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 三分 中 怎樣 笑什麼 沒看過這樣開場是不是 怎麼那麼特別 因為這節目禮拜一禮拜四的節目 跟禮拜二禮拜五講的內容不太一樣 我們這是總體經濟 國際總經 所以我們要 高大上 整個介紹介紹不一樣 OK 開始今天 欸你要問什麼 我不能講開始今天節目 那就跟禮拜二五又一樣 抱歉抱歉抱歉 我的錯 小編 你今天想問什麼東西 OK 國際油價上週出現 OK喔 單日 OK喔 OK 你今天想討論什麼 好 國際油價上週出現 單日大跌5% 這周是美國CPI應該放心了吧 一根長黑5% 一根長黑5% 為什麼 國際油漲漲漲漲 從這個6月底7月漲到8月9月然後 哇 最近上個禮拜 來著一根長黑 跌什麼 跌這個啊 這是什麼 美國的汽油庫存 公佈出來 上個禮拜公佈出來 將近大增 將近大增 大增 快650萬桶了 快650萬桶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要知道 全球的原油庫存 其實還在持續減少 但是美國的汽油庫存增加 爆增 代表什麼意思 原油 我先講原油跟汽油是不一樣的 原油就挖出來 那原油的庫存 減少代表 主要的產油國 像是我們過去談過的 沙烏地阿拉伯跟俄羅斯 都在持續的什麼 減產或者減少出國 減少出口 所以原油的產量 原油的庫存就一直往下走 但是我現在跟你談的是汽油 汽油是誰在用的 美國民眾 美國消費者 美國的一些工廠 在用汽油 汽油庫存大增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用的人 變少了 那為什麼情況下用的人會變少 可能是我們以前講過 汽油跟什麼 跟經濟發展息相關 那是不是買貨運輸的人少了 或是大家不敢講說 油價 我們上次有講過 美國油價最近算蠻貴的 油價這麼貴了 那我也不出門了 大家減少用油的需求 不管是各式各樣的原因 需求減少之後 汽油庫存就增加了 對吧 各位先了解一下 這個 這一張是全球看得見的 可以看得見的 汽油的庫存量 那你有看到這藍色這個帶狀這一塊 藍色這個帶狀這一塊 這裏有寫 是2015年到2019年 這幾年的一個平均的 range 就是2015年到2019 他們上下的幅度大概就這樣跑 那這一條 實線這條 藍線這條實線 就是average 就是一個平均數在這裡 那寬帶就是2015到2019的高低點這樣跑 這幾年的寬帶 那你還特別注意這個 這個局限的部分 2022 局限就代表是去年 去年 去年 汽油 全球汽油 看得見的庫存 那你再注意 我要講的這個紅線的部分 是2023年 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 去年的這個汽油庫存 這是1月到12月的 到隔年1月的變化 今年的1月 就每一年的1月到隔年1月的變化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 去年2022年 其實汽油的庫存 都屬在一個中間值 對吧 甚至 到了去年 下半年 第四季的時候 這個汽油的庫存還一度往上拉高 所以 那時候的原油 國際的原油 是不是汽油價格就出現往下的什麼 走跌 那你來看一下 剛才我們看到 今年國際原油大漲的這一段 從7月以來大漲這一段 你搭配一下下面的這個庫存 2023年 紅線這個部分 它是不是一直貼在2015年到2019年 這個range的一直下緣一直走 對 有沒有 貼在下緣走 代表 我簡單問大家 當這個紅線在很下面的地方 甚至在這個地方 還跌破了過去2015年到2019的這個range的下緣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全球看得見汽油的這個庫存是低的還是高的 低的嘛 因為過去2015到2019的range就這一塊嘛 往下庫存越少嘛 往上庫存越多嘛 那當它跌破 當它都一直在這個下緣 甚至跌破這個下緣 代表 庫存都比2015年到2019的平均還低嘛 最低的庫存還低嘛 那當一個產品 當一個產品它的產量小 它的庫存少 我請問你價格怎麼反應 供需理論老王交過了嘛 價格會怎樣 價格會往上 你的庫存少 你的產品的庫存少嘛 然後你的這個 這個產量也少嘛 那相對來說你的這個價格就往上 所以當時候的這個原油 過去兩三個月的原油就很強啊 那現在市場要擔心的就是我剛才講的 現在市場擔心是這個啊 這汽油庫存開始增加了啊 大家開 我先講喔 這個上產過程 除了剛才談到那個庫存喔 還有一個重點 是因為 沙烏地阿拉伯跟俄國不斷的什麼 減產 減少出口 也就是他們從供給面來改革 可是現在市場啊 最新的變化是擔心啊 你從供給面的改革 所帶來的價格提升 已經到了某一個程度了 漲不動 接下來市場開始轉向 擔心 需求側的問題 供需理論是供給跟需求 對吧 供給之前收到效果啦 因為供給減少嘛 可是現在看到需求也減少耶 那會不會產生價格的拉扯 對吧 對 如果你需求不變 供給減少 那價格當然往上 可是今天當然供給減少 可是我的需求也減少 可是我的需求也減少 甚至我的需求減少了更多 那價格會怎樣 不但會開始拉扯 甚至有可能往下跌嘛 所以上禮拜就跌這個 所以接下來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們要把焦點放在 整個汽油的庫存的水位 這個紅色的部分 2023年的 會不會開始往上走 這是一個重點 如果汽油的庫存開始往上走 東西代表汽油越來越多了 開始不再物以稀為貴了 請問原油跟汽油價格 是不是就很容易出現鬆動 就大家了解事情 那如果這個庫存一直往上走 石油價格開始出現 包括石油 汽油啦 原油價格開始出現鬆動 我請問各位 對CPI有沒有影響 過去我們談過了嘛 油跟CPI是息息相關的 對 對吧 尤其很多原油 很多企業包括很多商品的生產過程 都需要用到原油 對吧 這一連串以來的 所以原油的價格 一定是跟通膨綁在一起的 所以CPI才會有一個核心CPI 就是把人員跟食品給它剔除 因為就覺得 哇這汽油價格會影響太多了 所以才會有一個CPI跟一個核心CPI 那我們來看 這個禮拜要公布的CPI 大家會說 上禮拜像剛才小編問的 上禮拜原油跌這麼慘 那這個CPI 董哥你說這個連動啊 所以這個禮拜的CPI 應該可以往下跑了吧 各位你看過去幾個禮拜 過去不是幾個禮拜 過去幾個月 CPI 從這個降到3.0之後 就開始往上走了 3.2% 3.7% 等於是連續兩個月 谷底往上走 現在擔心的是 這個月 各位 你覺得呢 你覺得會不會繼續往上 這是CPI 這不是核心CPI 老王個人的預期 因為 這個價格 它是在10月發生的 所以 接下來要公布是9月的CPI 它還是會反映前面這一段 所以各位啊 這個禮拜要公布的CPI 這個地方 應該還是會比前面持續的往上 甚至慢慢 可能3.8% 3.9% 甚至慢慢貼近 重回到4.0%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的看法很清楚 這就是我的推論 這就是我的推論 那你說 汽油可是開始跌了 那個會反映在接下來 比如說 下個月要公布 這一個月的CPI 就可能會開始 可能開始走平了 CPI價格開始走平 那如果繼續跌呢 那可能就會往下走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這個時間的遞延性 這樣了解嗎 那CPI的增幅不能太高 如果稍微往上增 大家可以理解 是石油價格的問題 是人員的問題 那反正看到國際原油也開始往下掉了 大家就心裡會有預期 那未來這個CPI可能也會往下走了 就再漲 再漲也漲不了多少了 你懂嗎 可是如果增價的太高 大家就會擔心 不只是石油造成的這個 價格的往上 通膨價格的往上 有可能其他的因素 那市場就會恐慌 恐慌什麼 你通膨那麼高 不管就業有沒有解決 光看通膨這個部分 通膨又繼續往上漲 又漲很高的時候 大家會擔心 擔心這件事情 這以前跟大家談過了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過去 你可以看到這個黃線的部分 黃線部分是2013年到2023年 到6月30號的走勢 這個是CPI的走勢 那藍線的部分是1966年的3月31號到1982年的12月31號走勢 藍線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前面這一半的CPI走勢是符合的 有 那後面有沒有機會重演 大家在擔心這個 那他後面重演 不是從這邊開始落底之後 就慢慢往上走 往上走了嗎 大家在擔心這一段 那這一段不能讓他發生 只能讓他繼續往下走 聯準會就只能靠升息 所以這個地方 他是不能讓他看到一直往上升下去的 聯準會就去出手 市場對於升息的恐慌就會攔起來 我剛才這如果跳得太快 11月升息就是板上釘釘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那再來 這一個往上漲的關鍵是什麼 之前講過了 就是在於當時爆發的石油戰爭 第二次石油戰爭 那就是石油 就是國際原油上漲帶動的通膨 所以這個地方 他如果可以持續往下壓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掉 後面這一段 對吧 所以為什麼這一兩個月市場在修正 原油在漲市場在修正 因為市場會擔心 擔心原油會帶動通膨 那帶動通膨就有沒有可能去複製 過去幾十年前的這個重演這個紀錄 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會擔心 所以這個地方 要讓聯準會不升息 要打通膨 我們最終還是要回到這個國際原油 那國際原油我們要觀察 重點已經不是供給車的改革了 我們要觀察什麼東西 美國汽油的庫存 全球汽油的庫存 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了 感謝全國觀眾的支持 我們禮拜四再見 拜拜 不好意思 今天也會載一下 看到一個稍為 展現的時候 可以回到討論 去想聽完 如果大家可能會收到 夾吧 他們會不會變成